亲爱的孩子们,相信通过刚才的这一个板块,大家一定对白晶翼有着更深的了解了,我们会发现那么富得古元草送蝶就是白晶翼的成名作,咱明星有成名起,那白晶翼失魔失王,他也有成名作,对不对? 那么就是在他小小年纪当中,一下子就一鸣惊人,这时候他就一下子走上了仕途之路,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更精彩的板块,就是白晶翼的仕途之路。 我们会发现,一个人如果他想在官场上步步高升的话,那一定要学会,比如说我去留学拍马,或者是学会察言观色,可是白晶翼这个人他非常有性格,他是一个觉得只要实力够了,只要我为百姓谋福利,我不要在中间搞一些小弄作,对不对? 于是白晶翼他当上了一个官叫做左石仪,什么叫左石仪呢?就是杜甫也当过左石仪,对不对? 哎,那么其实也就是说,哎,去捡,捡起,石就是捡起,遗就遗漏,捡起皇帝的一些披漏,比如说皇帝呢,他,他,比如说批周章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错误,或者皇帝呢,一些决断,哎,有了一些错误,那么他呢,要有这个职责去给皇帝提出来,对不对? 哎,那咱们就会发现有一句话说的好啊,叫做半君如半虎啊,那你看我们从我们中国啊,自古以来从春秋战国时期,那个时期呢,哎,你看我们以前学习的韩非子呀,学习的战国策呀,对不对? 在我们二年纪的文学史当中聊到的这么多的共识,大家会发现,其实他都源自于谁呀,都源自于这些谋臣的口中,哎,就是这些谋臣他来讲的,因为他们当时就觉得,左石仪这个官儿啊,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但是你做起来那可真难呀,你想想你给皇帝提意见,对不对? 你提好了行,提不好了,皇帝一气之下,可能把你拖出去讲了,你就game over了,对吧? 那这时候呢,这个有人呢,在给皇帝提意见的时候呢,就非常讲究策略,比如说在韩非子当中,在战国策当中的这些辅佐皇帝的人,他们觉得,我直接说皇帝不好这行吗? 众言尼尔,一不小心把皇帝给惹怒了,自己小命都难保,对不对? 那他们干嘛呀?这些人他们就给皇帝讲故事,比如说讲,亚苗助长,三人成虎,一鸣惊人,对不对? 哎,等等,他给皇帝讲这些预言故事,比如欲望相争,这都是我们二三二年级和三年级上代学期学过的,那咱们就会发现,当皇帝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,他自己就会思考了,啊,先想欲望相争,那我还是别跟我的这个邻国较量了, 那万一让别人白白得了好处,就得不上师了,于是皇帝自己就开始调整行动了,对不对? 可是白基义呢,他觉得,哎呀,放不着这样,对不对? 他这个人非常耿直,他常常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,一次可以,两次可以,你要知道皇帝都是外人追捧的呀,那只有你总挑皇帝的错,总说人家不好,对不对? 那时间长了皇帝,那他当然不会再喜欢他了,对吧?于是他就被贬了,因为他频繁的,频繁的这个上书,这个上啊,因为他频繁的上书,于是就被贬关了,被贬,就不能在长安了,被贬到了咱们今天的江西一带,也就是古时候的这个江州,被贬到江州之后,他还不算完,白基义他这个人很有社会责任感, 那当时他就听说了一件大事,就是当朝的一个宰相呀,他遇到了一个刺客,把他给刺死了,哎,那这个宰相送了命之后,有一些奸禅,他们就说忠诚送命了,这个简直是大好的事呀,对不对?那就别管了,哎,于是白基义听说了,这他就为人家拧不平,哎,他就又开始上书,说这个他建议,干嘛呢? 他就主张全权把这个凶手捉拿归案,一定要把赐死宰相的这个凶手给备住,对不对? 结果旁边的一些奸臣们,他们又又开始挑拨离间了,他们就对皇上说,白基义现在都已经被贬到一个偏远的江州了,这时候还不算完,对不对? 去做了这个,到这儿做了个小官还不算完,干嘛呢?还要去管朝廷的事儿,于是他们又陷害白基义,说白基义的母亲,哎,他就是因为看花, 而醉井身亡,那白基义呢,他个人爱写诗,他还写了那么多永花的诗,这是一个不孝子呀,一个人连自己的母亲,你都不能对他好好的,那你还自理国家,你还指着他对百姓好吗? 显然不可能,哎,于是在这些奸臣的挑拨当中,那么皇帝就再一次将白基义给贬了,又贬到哪了呢? 又贬到了苏杭,我们屏幕前的小朋友们肯定有在苏州和杭州这个城市居住的,对不对?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地方呀,你看白基义他的一江南,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,那当时呢,白基义这个人,哎,他虽然是这个被点官了,但是他自己还是有俸禄的,就是每个月呢,他都有工资,对不对? 他也是我们唐朝历史当中的唯一一个,他把他的官职,把他的工资都体现在诗歌当中的一个诗人,非常有意思,像一个记账本一样,对不对? 这时候他的工资虽然没有在长安的时候多,但是呢,他身为次使,还是很有地位的,那他发现这个在这个杭州,我们知道杭州有西湖,对不对?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西湖地案有安全隐患,白基义他就自己唐妖包,又结合了当时的一些,哎,这个比如说政府的一些官员,那他们呢,联合出钱,来把这个西湖的地案给修筑好了,哎,不仅如此,白基义呢,这是到他这个中老年时期的时候,对不对? 那白基义到他老年的时候,在他73岁的那一年,他还自己出钱,然后去为当地的百姓谋福利,就是这个官,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系国家,新系百姓的官,对不对? 那咱们就会发现,那一个这样的人,那他底下的这些诗句,一定也是含有这样的一些情感的,对不对? 哎,于是呢,白基义他虽然是被点了,但是他仍然没有说自暴自弃啊,或者是怨恨皇帝啊,等等等等,他自己啊,哎,非常非常的能够在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环境当中,哎,去调整自己的心态,并且写下了许多千古家境,那么接下来,我们就要在一起走入白基义的作品了,他在这一个时期,哎,又写下了母江吟,那让我们一起先去吟诵一下, 因为唐国老师知道我们屏幕前许多的小朋友们已经会背诵了,他是我们的小学必备古诗词,对不对? 好,来,如江吟, tang白基义,一道残阳盆水中,半江琥瑟,半江红,可怜九月,初三夜,鹿四珍珠,月四宫。 孩子们这是一首七言绝句 我们在吟诵的时候可以用二二三的形式 正好老师和大家一起去吟诵啊 木江银堂白居易 一二木江银堂白居易 一道残阳粗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鹿似珍珠月似宫 将来我们不管是北诗版的教材也好 人教版的教材也好 到四年级的时候 这都是一首必备古诗词 是我们教材当中出现的古诗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首先和大家去赏信一下 让我们走在最前端 我们一起来跟着老师的问题思考 大家来想想木江银 这个木是什么时候呢 木我们总说夜木降临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木指的就是傍晚 对不对 木指的就是傍晚 那显然不是深夜 因为他说了一道残阳粗水中 这是残阳 对不对 好 用了一个残阳 那什么叫残阳呢 它和正常的太阳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通过观察图片来思考孩子们 大家会发现 这个残阳好像是木江银就是白鸡鸡 它站在江边 看到了这个景色非常美妙 于是就吟诵了一首 哎 这个不能说歌曲应该是诗歌 对不对 好 那么他说残阳 其实在这个江岸啊 可能还有一座座的山 对不对 这个太阳呢 它即将要落山了 它的一半已经落下去了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是日落 正在日落 日落时 对不对 一半已经落下去了 而还剩下了不完整的一半 这叫残阳 而作者又用了一个铺字 他怎么没有说照水中呢 而是铺水中 这是为什么呢 给了你什么样的感觉 还有我们来思考 从前的小朋友们也可以暂停视频和身边的家园来分享你的想法 好 我们会发现如果是照 那好像是太阳高照 中午的时候这叫照 对不对 而铺水中 还感觉那个江面 被这个太阳光铺的很 很这个匀称 而且很柔和 这一个铺子更能体现出这里景色的柔美 对不对 好 接下来说 半江瑟瑟 半江红 说被太阳照到的一面呀 是红色的 那个江面呀 泛起了 哎 这样暖暖红色的波光 而没有照到的那一面是他们本来的颜色 在这里用了一种手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 逆色相衬 哎 叫做逆色相衬 我们就会发现和红相对的 那么就是什么颜色了 红配绿吗 不能晒狗屁啊 绿色了 所以色色指的是绿色 半江一半是绿色的 一半是红色的 对不对 接下来作者又发出了感慨 他说可怜九月初三夜 还记得这个地方以前唐光老师讲过吗 哎 他并不是说这一天很可怜 而是 哎 此时此刻呀 这里的景色真是惹人怜爱 真是可爱呀 对不对 所以可怜 随时做笔记呀 孩子们 就是可爱的意思 说 可爱的 九月初三的夜晚呀 九月初三 古时候的人说的都是农历 那九月初三应该就是咱们现在阳历的十月份了 这什么季节呀 秋季 对不对 哎 那刚才还是木呢 现在变成什么了 夜了 刚才还是日落时呢 现在变成什么呀 夜晚了太阳落完了 这叫日落后 这是一个时间顺序 对不对 孩子们 哎 那我们再来看啊 鹿死珍珠 月死宫 哎 他说鹿就是鹿珠 对不对 刚才是太阳 现在这个太阳变成了什么呀 哎 一轮像宫一样的 弯月 太阳落山了 此时此刻鹿珠都出来了 鹿珠这种自然的现象 它是只有在清晨和夜晚的时候才会出现 傍晚的时候 有太阳让它一般不会出现 对不对 好 月死宫 月亮的像一道宫一样 又运用了修辞 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白金在这里观察了很久啊 他从日落时一直观察到了日落后 这儿的景色要有多么迷人 才能够吸引他在这里一直的去观赏 去吟诵 去做诗呀 好 孩子们 刚才是我们在这个三年级阶段老师第一次把诗歌讲的比较深 其实这就是古诗词想西 我们会发现当你了解的这首诗背后的情感 手法 对不对 背景 那肯定会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 并不是光去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 对吗 好 最后我们来一起引诵一下啊 能背诵的同学可以摇头发脑和唐老师一起背古诗 木将银 糖 白鸡翼 一道残阳 铺水中 半江色色 半江红 可怜九月 初三月 露似珍珠 月似宫 好 孩子们 这首古诗 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铭记于新了呢 我们先够出oop 我们先够去 时间够